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EQA如果能胜利簽訂以後 貨物產品的關稅降低 那整體廠商的競爭力就會相對提到 經濟活動力就會越來越頻繁 那相對的整個貨運的流量就會越來越大 以造船業來講我個人在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已經從事造船業33年 以造船業來講 船運的需求量會增加 那船通就很齊西的要來造船 長榮在去年年初提出了一個 3300億 100燒8000Q的一個大的造船量 有台幣3300億 近年提出來整年都沒有進行 聽到M1要簽了 近年就到了 在最近已經跟韓國簽了一部分的 這一部分的那個 學員 那也已經開始進行設計的工作 那最近 長榮把12艘船 留在國內讓我們來建造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也是一個國內對國際市場 能夠跨出一大步 那剛剛我們經濟部長有提示 將來政府在ECO方面幫助了中鋼 沒有中鋼的代表 那提示中鋼會幫助國內的鋼板 國內的所有相關產類 那我在這裡要提出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就是長榮一艘8000Q的破壞船 造價33億台幣 其中鋼板占銘的將心9億 那一艘船根據報導 是1億連300萬美金 差不多有33億的台幣 那其中使用的鋼板將近9億 那我們公司經過董事長總經理 一直在跟長榮抽槍 長榮也願意把這部分的貼物留下來 但是 我們經過了解以後 日本韓國給了 造成鋼板 20%的優惠 降價20% 國內目前沒有 所以說 當我們要在國際跟人家競爭的時候 我們勢必要有 我們自己的能量 我們的power 我們的機制 我們才能做 所以在此 要拜託我們部長 還有中鋼的產業 中鋼的一個集團 我們使用中鋼的船板有85% 所以在此要拜託 中鋼先生我們部長 利用我們政府的統合力量 我們的協商的力量 來幫助我們這一部分 政府 幫助了我們的大產業 幫忙我們也會 很迅速的帶動 國內的經濟發展 也讓我們的就業力會迅速的提升 這方面要堅持 跟經濟部擺脫 那ECOVA簽訂以後 我們可以知道 貿易量會增加 自由貿易會更活絡 那相對的我們的所有的市場 就會動起來 那我們的就業力就會 有非常明顯 興趣的降低 這方面的事業力 所以ECOVA簽訂 對我們未來 勢必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誘因 也是我們未來一個最大的希望 再次感謝中鋼先生 跟各位首長的努力 還有感謝我們超小的現金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樂 謝謝